毕业季到来 设计校系的年度毕业盛世 松山文创学园季 正在松山文创园区展出 共集结全台46所校系 和中华民国景观学会 共同参与 在广告与大众传播周的主题里 让人看见参与校系的用心与努力 结合理论与实务 各校学子的毕业作品主题多元相当精彩 因应疫情 松山文创园区 今年也首度与线上平台合作 提供学生毕业作品免费上架展出 其实松山文创学园季 今年已经是第11届 那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扶植学生们 让学生们能够有一个展演的一个舞台 所以其实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Move On跟Move Off 那其实也是想要呼应今年 其实近期来 疫情的关系 其实很多的决定跟讨论 其实都是开开关关 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几年毕业的学生 都会有深刻的感受 那其实像是前年的部分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有所取消 那去年也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 展出第一周之后 之后的校庭就没办法展出 因为就是风源了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 大家也都是面对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 但我们园区也是希望说 能够提供给学生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展出的机会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 特别还跟Art2Go这个线上 展示平台做了一个合作 所以是今年是首度 有一个线上展览的一个合作 让同学们不论是线上跟线下的展览 都能够让被大家看见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想要让大家 能够看到学生们的作品 让学生的请令能够被大家看到 所以其实园区还是以一个扶持跟吸引大众 来参观学生们作品的一个角度来出发 所以其实今年我们除了线上展之外 我们跟Dcard这个一个很大的全台的一个平台 做一个合作 那他们会帮我们录制影片在线上宣传上面 可以让更多业界的人看到学生们的一些创意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支还有做一个口罩 主视觉的口罩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除了 就是在现在全台湾还有什么 最知名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展示的平台 就是就在松山文创园区 那像是来到园区跟Dcard的 他们的IP做一个Dito Frame做一个合照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自己的脸书 或是官方的自己的一些宣传的平台上面 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明信片 然后也可以获得我们还有抽奖抱枕的一个活动 那再来就是在打卡的话 也可以获得我们主视觉的口罩 我们在设计主视觉的时候 我就用一个比较看不出来 它是在on还是off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也象征着就是你毕业时做的每个决定 其实都代表着你往后的人生 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 还在一个很想要探索世界的年纪 老师现在跟我说过 如果人生都没有问题 那未免也太无趣了吧 我觉得这转变最大的就是 你以前面对的是你的同学 随心所欲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那现在在工作 就是你要稍微消化自己的话 我们其实做的不是完成这件事情 而是维护这件事情 大胆去做 这地上你是自由的 所以就是可以尽量去发挥 你不用被框架受限 由于去年和前年的学员季活动 因为疫情影响 不是取消 就是大幅缩短天数 因此今年的学员季能够顺利开展 并配合线上活动来展出 都让各校学子相当开心 也感谢松山文创园区的用心筹办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因为松烟她是这个学员季 那今天这个周末 她整个全部园区的展场 全部都是传播相关的科系 所以呢 假设就算今天我们的 有我们的亲友或认识的人来 她对于传播有兴趣 那她其实就可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 去看每个学校在做的内容 那其实这样子综合起来的机会 是很难得的 因为其实大家平常不会有机会去 每个学校都接触到 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空间 去做比较跟一一去体会 所以我觉得她是这样子的 安排是非常好的 就是而且有这样子的主题安排 我觉得首先就是很谢谢松烟 提供这个场地给我们 因为其实这个场地 跟这个整个学员季的这个结合 是非常难得 就像我们刚刚总招有说的 这是一个所有很多传播学系的学校 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场合 然后去进行把我们大肆 闭致所有的心血 整个传播系学到的东西 都可以展现在我们的展览上面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们选择在松烟 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这是我们非常正确的选择 对 那至于自己有在展览方面 学到什么的话 是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其实光靠凭空想像是 真的很难去达成 很多事情就是需要一一的 不管是跟厂商的调节啊 或者是沟通啊 或者是跟学生之间的这些群体合作 这些都是平常在学校上课 可能会比较少接触到 尤其因为现在我们传播界 就是如果要走向外面 走到业界的话 会需要非常非常多经验的累积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策展就是算是给我们为以后踏入社会的其中一个衔接点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长地费的费用其实蛮节省的 然后地理位置的交通也蛮好 就是其实从这里捷运站走到这边其实也蛮近的 然后又位在新一区 其实人流量其实是蛮多的 其他校区一定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客群 那跟其他校一起办展览的话 他们的客群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展览有兴趣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一起办的话 就是人流量会比较多 然后可以让作品更大的被呈现 然后曝光度也会提高 我觉得有一个优点就是在 我们是分校内展跟校外展嘛 然后校内展比较像是给学校附近 或者是自己的学校老师或是学弟妹看 然后在校外的话会有其他的观者来看 会增加大家的能见度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 像我们自己做的作品有被别人看到嘛 那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做的再怎么认真 没有人看到那也没有什么用 就是所以也很谢谢就是有这个场地 让我们去办这个展览 去宣传我们的作品 然后解释我们自己的创作理念啦 或是一些创作动机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很好的这样子 《松山文创学员记》 即日起至6月14号为止 每周都展出不同主题的毕业作品 从扶植原创的精神出发 提供学生们展现创意的舞台 也借此鼓励学子 勇于挑战 迎向未来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